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天也是很多人 还好台湘过去了 本来很担心台湘来 没有那么多相克 可是 官司音 保佑天气这么好 我们有准备凉的离台 很多信众都来吃平安 蛮多人 今天礼拜六更多人 这个活动差不多 每年都办案 一百多年吧 超过百年的庆典活动 慈云寺也准备了丰盛的点心 供信徒享用 而农历六月十九 慈云寺都会举办圣驾绕境活动 邀请圣男戏女一起绕境祈福 很开心可以参加绕境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 我们慈云寺的佛祖诞生活动 那很高兴我们可以随着马祖的脚步 还有民俗基议团的脚步 踏遍我们安乐区的每一块土地 保佑我们安乐区基隆市民 都能平安健康快乐 我们基隆俗称 两个四岗门 所以我们佛祖诞 就是我们两个里面其中一个诞 另外一个就是西区诞 所以这是非常具有基隆在地特色的历史文化活动 这样子的绕境活动也传承了百年 那前几年呢 因为那个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办法办理 那今年呢 又很开心 非常多的好朋友 一起来共襄圣局 绕境路线行进安一路到基隆市区 沿途经过城隍庙 清安宫 奠祭宫 市政府再回慈云寺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基隆市推广运动风气不遗余力 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体育会 在基隆举办多场全国性的运动活动 市长谢国良也接连出席 全国楼梨球锦标赛 跟活力健康舞锦标赛 鼓励大家多运动 让身心更健康 画面上是来自全国多个县市 45支队伍的楼梨球选手 齐聚在基隆体育馆以舞会友 这是由台湾体育总会跟基隆市体育会 共同举办的112年全国柔力球锦标赛 基隆市政府也全力支持 市长谢国良特别感谢 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多次争取全国性体育活动在基隆举办 带动全民运动风气 我们每一个体育活动都几千人 这个要感谢基隆市里面好多的贵人 尤其我们市长 最大力的是前国理市长郑理市长 他不是出钱出力 我刚才讲他很努力全心投入 专心又用心 希望这个活动这个体育活动 会带给大家快乐又健康 我们因为郑锦舟理市长在体育界 在全台湾都非常的认真卖力 那也争取了很多 几乎全国性的规模的活动 来到基隆举办 所以基隆在体育界方面 其实是拥有全国性的一个相关的地位 那我们觉得非常感谢以外 我们市政府也会支持更多的体育活动 体育赛事在基隆举办 非常谢谢我们汪女市长 他第一班 从左营六年多赶来这里给我们开幕 也非常谢谢他出钱出力 而且很多大的活动都办在基隆 对基隆爱泰 所以这地方 我们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非常谢谢汪女市长 对基隆体育的支持 也非常谢谢我们 谢国两次党 对体育的支持与爱护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多位市议员也来到现场为选手加油 包括前议长宋伟立议员 市议员何淑平 市议员施伟政 市议员韩世玉 市议员陈怡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都到场共襄胜举 做楼力球运动的好朋友 其实很多 分享在这边 祝大家今天能够 活动顺利圆满成功 还在比赛好神奇之外 也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 好开心喔 每年我们都要齐聚在这边 全国楼力球的这一个 交流的一个活动 在今天一起举行 那文庭在这边祝福大家 越运动越健康 紧接着市长谢国良 也亲自来到 举办活力健康武警标赛的 建德国中现场 与大家一起跳带动唱 市长谢国良也肯定 各队伍选手 藉由跳舞 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也透过运动 结交好朋友 享受健康人生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就读中心国校 现年8岁的小霹雳舞王林里娜 去年底在法国比赛获得冠军 今年前往韩国再度夺冠 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特地前往恭贺 还当场请娜娜传设舞技 就读中心国小 现年8岁的小霹雳舞王 绰号娜娜的林里娜 去年底在法国比赛获得冠军 今年前往韩国比赛时 又再度拿下冠军 不过也因此受伤 信号已经恢复健康 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沛祥 市议员特地前往关心 也恭贺娜娜 再次为国也为基隆争光 并且请娜娜当场传授舞技学舞 娜娜妳是这次去韩国拿比赛冠军吗 听说妳在那边 这个是我拿到楼 一千块等于三万块的台币奖金 恭喜啊 听说妳在那边比赛的时候 都不小心受伤是不是 那当下心情怎么样 就继续比赛啊 就继续比赛啊 不管那么多 没想那么多 不能输让输低 绝对不能输 那当时后来拿到冠军 后来那时候妳又想到你拿冠军 那我也想到妳 就是想说先冲下去 先把她比赛比安当于好 是哦 是哦 那妳比赛的时候最后面是 怎么赢的啊 对 我要看千块的 看千块 是哦 先看千块喜欢我的东西 那你那时候 那你那时候 遇到的都是被同年纪的吗 还是被年纪大的 都被你年纪大的啊 娜娜也现场秀一段舞 寄给林佩祥看 让林佩祥也看得鼓掌称赞 这个不去当体操选手太可惜了 哇 真的很厉害 真的真的厉害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吉隆市安乐区公所举办模范父亲 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表扬 26位模范父亲 及17位好人好事代表 感谢受奖者的良善事迹 为社会树立典范 画面上是安乐区 模范父亲 及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在安乐区公所热闹举行 在进行颁奖表扬前 安乐区的里长们 献花给谢国良市长 跟安乐区长简一哲 共同祝贺所有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父亲节快乐 最辛苦的爸爸们 您是最棒 最这个我们基隆市 所有的楷模 所以今天能够用这样子的 一个环境 来这个跟大家恭贺 但是我们的荣幸 所以在这边 我们还是祝贺 所有的爸爸们 都身体健康 因为啊 你的身体的状况 良好健康 是家里最重要的 一个幸福 一个资助 那也感谢我们 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我看到我们平常是 民意代表在座的 沈亦传议员主任 今天是模范附近 不错啦 掌声给您 所有的爸爸的鼓励 谢谢我们所有好人好事代表 感谢里长 谢谢 这个我大女儿 这个我孙子 这个儿子 沈伟德 这个我的孙子 这个我小女儿 这个也是孙子 这个是我老婆 今天很感谢 气功所给我这个机会 这个 魔幻附近的表扬 能够来参与 感恩跟感谢 也祝福今天所有的 八八节 大家都快乐 感恩 谢谢大家 这个模范附近 好人好事代表表 典礼上 有许多贵宾也到场祝贺 包括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佩祥 与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婷 安乐区的市议员 郑凯玲 洪森永 余三发 秦真 吴华佳等 以及各里的里长们 都齐聚一堂 为活动增添光彩 记者黄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七堵区的七弦桥 千祥桥 还有百幅桥 三座桥 地方反应已经 秀实严重 市议员张耿辉 因此在市议会提案 希望市政府 赶紧除秀上漆 横跨在基隆河上的七弦桥 不但是七堵对内 对外的重要交通桥梁 搭配河景更是美丽 不过不用仔细看 就可以发现 黄色桥身上秀实斑斑 其他包括千祥桥 及百幅桥 都有同样的问题 因此基隆市议员 张耿辉在市议会提案 希望市政府可以重视 尽快编列经费 为这三座桥梁 先除锈上漆 并且在晚上 不妨碍交通视线 安全的情况下 规划装设不同的造景灯饰 为七堵的夜间 增添景色和光明 我们基隆市 尤其七堵区 目前三座桥梁 来讲七旋桥 百湖桥千祥桥 这三座桥梁的话 算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不管是行经我们四七也好 还是经过我们六二快速道路 还是大法系统交流道也好 还是北二高 北二高高速公路也好 都要路径的 必经的路桥 那因为这三座桥 也大概新建了十几年有的 那因为基隆市的话 是一个多余的城市 东北基隆又强 目前的话 已经面临的干购桥梁 已经有腐蚀的现象 蛮严重的 那耿辉在我们本届的第一 第二次的临时会也提案 然后也经过我们议会同仁潜意的支持 包含我年署提案的 有陈明健议员及秦正议员 还有郭美秀议员的三个年署 然后经过我们议会同仁潜意的支持 那我也希望这已经山湖通过的案子 尤其这三座桥梁非常重要 那也路径的车辆非常多 然后我也建议我们市政府 在明年是不是在今年 可以编议算明年赶快来施座 若是市政府在考量整个行车安全 无遗力之下的话 是不是可以加强这个夜间灯光的造型 以凸显说我们基隆市整个城市 一个桥梁的一个特色 让我们也可以带动一个地方上一个 夜景的一个一个城市 张耿辉指出 尽快为这三座具有地标性的桥梁 除锈上漆 避免锈时越来越严重 不仅仅是为了延续桥梁寿命 保护驾驶人和行人的交通安全 也是让七堵及基隆市的门面 持续发光发亮 记者武俊松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荣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教活动官网 它是我专属的变形金刚 有了它上山下海都不怕 当我难过伤心的时候 它是我的最佳听众陪我说说话 它是我的Super Hero 我最爱的爸爸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4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业医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欺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有一名林姓车主 家门口停了皮卡货车 因为多年来验车不过 车牌被注销 日前遭人检举请警方脱掉 但其实背后有故事 我有说那整排停的车子要怎么说 他说那你这车牌是注销的啊 大太阳下林姓车主和脱掉车远景持续的沟通 但远景坚持将车辆拖走 但看看周边地面上没有划线为何要将车辆拖走 他说民众检举 因为我这是注销车牌 然后我请问远景 那你有没有什么公文或者是告示 通知给我看一下 那远景说没有也不方便 那我说那车牌注销没有错 但我是停在路边我也没有影响交通 林姓车主将皮卡货车停在家门口 但因为验车始终没有验过 牌照遭到注销 不能停在公有道路上 7月中旬遭到警察局拖掉 虽然车主承认车牌确实遭到注销 但仍然气氛难平 我们所知道的法条是应该牌照注销 把牌照拿走就好了嘛 那为什么一下子也没通知 也没什么就毅然决然把我车子拖走了 然后拖到哪里也不知道 为悬挂有效耗牌停于道路 把它拖到本队的拖掉场 至于车主呢 如果要把车子领回的话 本人可以期待相关证件 到我们拖掉场 但是因为那个车子已经大牌被我们注销了 所以已经缴回监力站 这是没大牌的车 它要领回的话 可能要请车主自己雇拖掉车把它拖回去 其实这辆皮卡货车 对车主来说别具意义 因为他是过世儿子 生前最喜欢的车款 当时车主买来送给儿子 鼓励他勇敢抗癌 鼓励儿子不要因为治疗的关系 不要一直躲在房间里面 能够走出来渐渐阳光 那当然109年 儿子走了 我一直想把这部车 留下来做一个念想 值得回忆 甚至于把儿子的以前的使用的电话号码 我到现在还是保存的 只是作为一个父亲 对儿子的念想 虽然最后儿子仍然没有挺过病魔 但林先生依旧把车子留下 用来怀念儿子 车主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帮他解套 验车不过的问题 让他不用三两天再跑拖掉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三十多年前 中游为了要备战还有渔船 在八斗子渔港旁 新建了加油战集多座除游潮 但由于时间久了 游潮袖蚀严重 还出现了蜃漏 市议员张浩瀚就陪同居民 向监委陈勤 渴望在年底前拆除旧游潮 基隆八斗子渔港旁 大大原住体游潮出立在港边 早期提供渔船出海捕鱼的油料 随着时代变迁 现今的渔会已经有自己的游潮 而老旧的中游游潮 却成了当地居民最大的隐忧 最后肯定说 造成当地不方便 三十多年前 中油为了战备和渔船加油需求 在八头子渔港旁 兴建加油站和多座的油槽 当时没有申请使用执照 由于油槽已经老旧 袖石渗漏造成了环境污染 居民担心像是不定时炸弹 要求拆除 当时中油来的时候 那个地说真的 也有一些私人地 也有一些公有地 之前中油来的时候 它取得不是合法 没有合法性 所以监察院之前也有公文下来说 本来是99年就要拆了 可是中油一直拖 拖到现在 还有三个油槽还没有拆 这个油库已经完全没有在做使用 因为这个渔港的一个加油的工作 已经完全交由仪汇在做处理 所以这个油库内部 其实现在是没有油的一个状态 所以它直接的影响 不是说它会爆炸 或者是安全性的问题 而是它之前的剩下的这些油污 它可能造成的地方土质污染的一个问题 当地里长透露 去年油槽原本 于是要拆除 新建海水淡化厂 但后来不缺水 拆除工程又停了下来 居民向监察院陈寄之后 建委们也认为有拆除的必要 在这个油库的后方是我们现在 极力在保卫的一个海岸 就是所谓的大平海豹岩的这个区域 那其实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在地的居民 以及观光客 假日会前来的一个场域 那我想借由这个区域 如果可以跟未来的大平海岸 跟海豹岩来做一个结合 作为一个观光发展的一个基地 我想不管是在水上娱乐 或者是在座生态保育的面向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基地空间 那期望说接下来 这个中油一旦将这个拆迁完了之后 将土地还给国有财人署 因由基隆市政府 就地方整体发展的角色 来共同来想思考来说 这个区域该往哪个面向 是从观光的面向 还是在地居民服务的一个面向 我们整体来做一个规划及思考 这个地都已经有的时候 盛进去都污染 最近在处理啦 所以说目前这块地 还没有办法很正常的使用啦 而且这块地好像是国产署的地啦 所以说要使用的话 可能还要再协调 那至于那个污染要处理到什么时候 也没有一个期程在啦 所以我们还是不晓得 那巴斗里的居民是有反映说 如果说因为巴斗里 现在比较缺乏的就是停车场 如果说可以做 譬如说建一个运动中心 然后下面做个停车场 还是上面做个运动中心 可能是大家的期盼啦 老旧大油槽拆除之后 巴斗子将接着发展观光 事业空间渴望焕然一新 居民乐观其成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为让亲子朋友一起来认识毒品的危害 金融市卫生局携手多个单位 一起举办反毒属其生活营 另外卫生局也有首创录制podcast 来关心青少年的情绪与心理健康 独毒有我 留我独毒 向独品塞 好 基隆市卫生局跟独品危害防治中心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西手慈济教师联谊会 基隆地检署 基隆市警局 与法务部 教育部 卫福部等单位 一起举办大型的亲子反毒营队活动 多位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开幕活动中 特别邀请到香巴拉剧方 以青少年的视角 演出精彩的反毒冒险故事 将正确的反毒观念 传递给每位亲子朋友 好 来来来 第二关 哇 这是不同口味的 小蓝莓口味的 来来 吃吃看 呃 不要 不要 以后不要了 那没关系 关系 阿姨 准备第三包啦 这个是我新出的起司口味 要不要让他试试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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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I don't want to love you baby 首先就是 直接去询 就是跟他说 NO 不要 就是直接说不要 对 再来就是有一劝福就是 我们身为他的好朋友 我们必须要跟他 劝福他 就是跟他说吸毒是不好的啊 然后不要不要再吸毒了要戒毒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自我解释 然后自我解释的话就是 你自己会发生 假如有人卖毒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说我们就烂 我们就不好 我们就不敢吸毒这样子的方式 去呃 带过去 作文中就说 这就是咱们 你吃咱们 去咱们 去咱们 一起咱为咱们 去咱们 去咱们 我去咱们 你不是朋友 你不是我們的好朋友 那這時候我要怎麼拒絕 那這個想法拉劇團 就透過這個表演 舞蹈 唱歌 然後讓我們的朋友 我們這些小朋友 還有他的爸爸媽媽一起知道 以後有人要邀請我吸毒的時候 我要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來拒絕毒品 所以縣市政府跟中央合作 跟民間的單位 合作起來做這樣的防毒的 防毒的這種動作是必然的 是必須的 所以大家一起來 我們知道我們這個 反毒絕對不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老師 或是一個衛生局的心理師 或社工師就可以做到的 我們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生活的角落 都可能會脆弱 可能都會被誘惑到 尤其是在現在 毒品 各式各樣的毒品 長得很像糖果 很像咖啡 不同的包裝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不同的單位 那在平常的毒品防治的過程中 一起來幫忙 那同時的話 尤其在這個暑假當中 不管是家長們也要特別的注意 我小朋友在外 不管是在外的情形 也要特別的注意 在暑假期間 讓小朋友能夠多方的了解 反毒的專業的一個知識的話 對小朋友來講是有益的 反毒營隊活動精彩 有教育部 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合作開發的 袖珍3D反毒特展 還有一系列的 親子反毒闖關活動 可以 糖 好 糖果主 狗先獲得2分 謝謝 遠離毒品活力四射 透過有趣的互動 帶領親子朋友 認識新興毒品的各種樣態 基隆市心理衛生中心 也特別設計 傳出我情 畫出你意 讓親子發揮創意 增加互動的機會 還有警察局少年隊 與基隆如意同紀會 一起辦理的防身術課程 讓親子朋友們收穫豐富 然後大家憑著自己的 團隊合作的力量 還有智慧 來完成這五關 那在團體活動的過程當中 可以讓小朋友 除了說 知道反毒的重要性之外 也能夠 小朋友直接 彼此學習團隊的生活 那覺得這個活動 非常的有趣 還有很有意義 如果別人問你要不要吃毒品 的話就可以直接離開 或者是拒絕 提醒青少年 要遠離毒品的危害之外 衛生局也很關心 青少年的情緒與心理健康 今年首度透過 基隆市政府的網路廣播節目 基隆Podcast 將陸續推出系列主題 帶領親子朋友 一起來認識了解 我們希望每一個人 包括我們青少年自己 包括我們的爸爸媽媽 尤其是很多年輕的爸爸媽媽 所以我們今年也嘗試了 這個Podcast這樣子的方式 我們透過市府Podcast的團隊 我們錄了Podcast的主題 來討論這些青少年的 心理健康的主題 剛才講的自殺防治 網路誠意 我們邀請了心理師 然後醫師 然後用這些很精彩的 但是很有趣的對話 然後在我們生活中 我就可以打開我喜歡的Podcast 然後去聽 在這個聊天的過程中 我知道我怎麼了 我知道怎麼照顧自己 或照顧我的小朋友 透過多元活動的舉辦與宣傳 基隆市衛生局 攜手各單位資源 一起來關心青少年朋友 營造無獨家園 也守護下一代的健康 讓基隆成為溫馨有愛的城市 記者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多久